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缺氧的感觉 好 不要感谢主 那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的复活 对全人类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因为耶稣的复活 他拜华长死权 魔鬼撒旦的权势 同时耶稣基督的复活 证明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 我们的信仰是真的 所以如果你反观其他的这一些所谓的宗教 并没有这一些的教主死了复活的这件事情 那耶稣的复活证明说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是真神 那耶稣基督的复活 代表着我们全人类找到盼望 所以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 使徒保罗讲说 如果耶稣复活 信的就是枉然的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在这里聚集的话 我们在这里传福音的话 也是枉然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正在做一些自我催眠的事情 那因为耶稣的复活 所以我们在这里聚集 我们在这里传扬主的名 就非常的有意义和价值 因为这个是官复到我们的灵魂的需要的 也贯复到人的这一个的问题 请问这个麦我可以不可以换一下 他一直要断断续续用 一段的经文好不好 有一段的经文 不知道后面的BBT可以帮我放一下吗 好 灵界的存在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 那我以前从来也不信什么鬼神之说 那我从小到大也没有见过 什么幽灵邪灵鬼怪之类的东西 那但是直到我长大的时候呢 我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件的事情 使我不得不相信 这一个的灵界的存在的事实 那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在一幅所书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 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这个魔鬼的轨迹 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 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的 那所以我们要拿起神所赐全副的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那圣经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说 我们活在的这个空间当中 其实还有一个的灵界 是我们看不见的 肉眼看不见的 但是它的存在是事实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看得见的人来做征战 所以魔鬼他在灵界里面 然后他会制造一些的事情 然后来影响我们 所以圣经在约翰福音十章第九节开始有讲说 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 但是耶稣基督说 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是更丰盛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非常的重要 因为神爱我们 祂要给我们这宝贵的应许 所以刚才那段经文说 今天我们跟看不见的属灵界争战 那它是有分等级的 它有不同的区域 在不同的区域 有不同的灵界的掌权者 所以圣经刚才有提到 那所以当我们知道说 有一个属灵界的这种权势 在影响着我们 左右着我们的整个的生活状况 所以你会发现到很多时候 你很想把一件东西做好 但偏偏就没有那么顺利 总会有一些的破坏 那恶者总是要做一些的方 一些的东西来影响我们 以至于夺去了我们认识真神的机会 或者是破坏了我们家庭的幸福 等等这些的事情 那以前我在 当我回想起从前 我接触到灵界的时候 是因为我被那个的鬼吓到 那那个时候我会被鬼吓到 是因为我去新加坡做工 那个时候我就去新加坡的一个地方 叫Zurong 做鱼钩厂 你知道我还没有出新加坡之前 其实我是 虽然牧师刚才介绍 我有做很多一些正行 其实我还有一样东西是偏行 我是做翻版摄情影片的 那个时候我来供应新山 Holiday Plaza 那些地方的翻版的市场 所以当时其实有32个小弟 跟着我找吃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被拘留起来 因为我们去打架 然后被抓起来 之后我就被放出来之后 我就到新加坡去做工 当时在那个的鱼钩厂那里工作 然后那个公司就给了一个宿舍 在Bunlay 新加坡Bunlay这个地方 给我和另外一个人 两个人住在那里 所以那个时候我住在那里的时候 也非常的开心 因为很少有这样的一个福利 然后只给我们一人住一间房间 但是我告诉你 我开心不到几天就发生了事情 跟我同房的那个朋友 有一个晚上 然后他就把我叫醒 他就说 Jimmy Jimmy 我看到一个东西 在客厅的圆座纸那里 有一个小孩子在那里跳来跳去 我现在要开始讲鬼故事给你们听了 然后这个人很奇怪 我这个朋友很奇怪 他睡觉 有床不睡 睡地上 房门又开着 头又看着客厅 所以他就看到有一个小孩 在那里玩耍 我就心里面想说 你这个人应该是发噩梦 那我不相信这种东西了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他赶回去休息 然后各一天晚上 他又来 好 等一下我戴一下口罩 因为安全起见 那各一天晚上 他又来找我 也是三四点就把我叫醒 然后我就讲说 你到底在搞什么 他说 Jimmy Jimmy 不对路 我不单看到这个的小孩 他说 连大人都跑出来了 这样 所以我就心里面想说 你这个人应该是很衰 跑衰运 那我就心里想说 我的眉毛伸得很高 杀气比较重 那你的眉毛伸得很低 所以你会看到这种东西 那因为我都不信这种东西的嘛 那后来我们知道在新加坡工作 礼拜五晚上 我就要回来 这个新山 然后礼拜天 晚上又要再倒回去 那那一天呢 我记得我的朋友说 我不要去上班了 你自己去吧 所以那一天我就自己到了新加坡 分裂大概晚上11点半左右的时间 我就坐在客厅戏烟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这些鬼怪的东西 那那个时候 我就 我一天的烟影非常的大 我要吸两包丹牛的香烟 大概40支烟 那我就坐在客厅一直吸烟 突然间就看到在我的左手边 就是厨房 那有一个的黑影 这个黑影跑来跑去 闪来闪去 那我在想 是不是什么车灯造成的 这一些的影子 但是我住在三楼 应该不可能车灯这么高 那所以我就想说应该不会 那我就跑去这个的厨房开灯来看 就没有东西的 后来我就不理睬他 我又继续的吸烟 这个时候又再出现了 他就在我的这个的主人房前面 那就是有一个影子闪来闪去 所以我告诉你 鬼怪出现的时候 他不会像拍电影那样 突然间出现在你面前吓你的 那通常呢 都是有一些影子啦 斜角啦 看到一些或者感觉到一些不对的东西啦 等等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这个的 前面又看到这个的影子的时候 我就心里面想说 会不会是跟我同房的那一家人呢 他讲的那一些邪灵跑出来找我 所以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啊 不管你眉毛伸的多高 你还是会怕的啦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跑到新加坡主屋 你知道 你知道新加坡的主屋区吗 你站在走廊那里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的房间窗口 你是可以从走廊看进去的 对吗 所以那个时候 我两个手就靠在栏杆呢 我就吸烟嘛 忽然间感觉到 有一个东西在后面看住我 那你要看邪灵 你感觉到的时候 你要看它不难 你的速度要很快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拿住那一支烟的时候 我很快的速度一往后看 你就知道我就看到一个东西 我到现在还记得它的样子 那个东西全身黑黑的 比我还大致的 有抹射的 然后它当时就站在 那个主人房的里面 两个手就靠着那个窗口边 更刺激的是什么 它的那个头竟然可以从 那个窗口里面跑出来 跑出来看住我 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就拿住那支烟 就跟它看了很久 那忽然间我就想到 那个房间没有人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在里头 我就跑去开灯去看 没有东西 你知道当天晚上 我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吗 我全身有毛的地方 统统都站起来 当中有没有人看过鬼的 有没有人读到鬼的 没有 发噩梦 梦里 有没有真实让你看见 黑影或者之类的 我那时候我人生第一次 看到这样真实的一个事情 所以当天晚上我就打包我的包袱回家 然后我就不上班了 被鬼吓到 那我就在巴士车上 我就心里面想说 我这个死鬼 那我又没有得罪你 你吓我做什么 你吓我的朋友就够了嘛 那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想说 等我回去 我的家乡 去学法术 回来抓你们就知道死了 所以那个时候的看太多戏了 然后就想到说 去学这种东西来抓鬼 那你也不要问我 后来我学成了之后 我也没有空回去新加坡抓他了 那在我的庙里面 其实有很多东西要忙 我是住在新山乌鲁地南区 那那个时候我就回到家乡 我就问我的朋友 有没有认识一些的师傅 可以教法术的 后来我这个朋友就告诉我说 我有认识一个朋友 他要收最后一个土地 他以上有五个 收了五个 那我是第六个 他说他收了这个土地之后呢 他就不再收学生了 所以他就越了一个时间 把我载到一个很偏僻的庙里面 四周围都是丛林 然后一进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 有一个人从房间走出来 这个人呢 全身黑黑的 杀气很重 然后身材好像一粒番薯一样 然后他就从房间走出来 他就介绍我说 这个就是毛山师傅来的 我原本还以为 毛山师傅是长成那个样子的 麻烦你帮我放一下 你们有看过这个人物 这个是在我们的看戏里面 印象是这样的 但是哪里知道 我那个师父不是这样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一进去的时候 他第一眼看到我 他就很喜欢 然后他就 打开他的通书 就是通圣 我们叫通圣 就是皇历 然后他选了一个皇道吉日 他就说 那个日子你要进来 正式拜我为师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进去里头 就正式进入 毛山派的路士地址 我学的是属于中毛山派 那就是用福来帮人家做 医病 赶鬼 解降的这个部分 所以那个时候 我一进去的时候 七七四十九天 我必须要待在里头 吃灾 我没有穿衣 我只能穿一条黄色的长裤 那我正式做了过教的仪式 然后有一个竹片 写了我的生辰八字 那他说 我的灵魂就要寄放在那个东西上面 所以我一天最少 我要打坐四个小时 我学的那一种 跟你们所认识的庙里面 那种当吉 吉当 那种不同 我是真正毛山派的 然后是要做修炼 要打坐 修炼心性 跟学 福禄 然后还有咒语 还有手印 还有正法 所以我要学这些东西 我七四九天 每一天我必须要打坐 那我在里头打坐 最少四个小时 从十一点晚上 打坐到两点钟 整个庙宇只有我一个人 关了暗暗的 然后只对着一个 我所谓的祖师爷 那个的形象 神像 来打坐 练咒语 我们放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上面上一张 这样的 这个叫做三毛真君 弟兄姊妹 请问 如果你看着这样的一个像 要你看十分钟 你的感觉会是怎么样 如垮如辱心 看到你的心里面去 你的感觉是恐惧的 我要对着它四个小时 然后一直念一些的咒语 然后让一些的灵 能够进到我的生命当中 但是我信了耶稣之后 我发现到一个 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每天敬拜赞美神 我们感受到真神的爱 甚至我们会回应 我们的神说 主啊 我爱你 我要来亲近你 我盼望你的灵充满我 请问你会不会 对着这样的一种像 跟他讲说 我很爱你 然后盼望你来找我 盼望你来充满我 你会不会做这种事情 你绝对不会 所以你会发觉到 华人很多时候有一点矛盾的现象 他又很相信 拜这些的东西 所谓的神明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他又相信一些灵界 超自然的事情 这些东西能够帮到他 但是他说 如果他晚上要来找你的话 买啊 你不要来找我 所以你会发觉到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当我们遇到真神的时候 你的心灵的深处里面 对他有一种渴望 你盼望更多的与他连结 因为他能够满足 你的心灵的需要 这个是真神的差别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在里头开始学画符 我每一天 我最少要吃三张符 那今天我要 你看到这个白板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要画符给你看 而且在教会里面 画符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那符为什么华人呢 很相信这一张的东西 里头下面有个黑黑色的符档 你看到这些 这些都是有不同用处的符 那当我们在画这些符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一气合成 我们不能够间断的 那我学的这个派别 我发了很毒的誓言 我不能够敬女色 然后如果我泄露毛山的秘密 或者我做离经叛道的事情 那我会被五雷轰顶 给创始绝子绝孙 我这种的咒语 咒诅这种誓言 常常在我的生命里面 也拦阻了我 那个时候要信耶稣的一种的情形 所以现在我要画符给你们看 很多人很相信 这个的符的里头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一种力量 在当中 你会把那些的符 这层三角形 可能放在你的皮包 或者放在你的枕头底下 或者你要把它挂在你的 这个的车的前面 因为你相信 这个东西能够为你挡杀 能够为你驱血避凶 那我们都相信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要粘在你的家的门口啊 等等啊 搬新屋子的时候 你就要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我想请问这里有谁带符来教会的 有没有 我们新朋友有在 有来 那有一次我就在 一个聚会的时候 我就问 有没有人带符来教会的 没有人讲 等到要散会的时候 要散会的时候 就有些人跑出来 牧师你刚才讲的 是不是这一张东西 快点把我处理掉 处理掉 这样 那他们知道了之后 他们就会知道说 这个东西其实 不是很对的啦 我在这里分享 这个生命的经历和见证 那我并没有诋毁道教的 这一个的意思 但是这个我确实是一种很真实的 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 我所知道的 因为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蒙骗的就是蒙骗的 玩计谋的就是计谋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画 这个的符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很专心 然后我要把我的手洗干净了之后 点香 念了请神咒 念了请神咒之后 我就要开始画这个符 所以你看见符是这样 这个叫三清的意思 叫做点符头 然后我又开始写这个 这个叫太阳新君 这个叫太阴娘娘 在我的庙里面 我供奉了二十四尊的 所谓的神明 所以我就要打这个字写成 五奉二十四位先师 然后我要勒令他 好大概是这样 所以看得见 勒令他做什么 符词 地址 写上我的名字 然后我要吩咐 这一些的灵 赐给我法律 所以我写法律 无边 然后我要他大显 威灵 好 下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符角 金木 水火 土 那有一些的符 我们知道大家我们都看过符的对吗 有谁没有看过符的 举手一下没有看过符的 所以全部是看过的啦 OK 你有看过有一些符 这边是空空的 然后呢 他只是盖一些的印 甚至有一些更糟糕 他符印 符印那个符给你带回去的 那一些是完全是 这是要赚钱的啦 但是真正的符有能力的 我们每一个步骤都要把它做好 然后最关键是 下面这个东西叫做符胆 总共我要打24个字 有时候36个字 甚至有时候打72个字 这每一个字的里头的开始 每一个字的开筹 都会有一个字叫做鬼字 所以会在一些的字体在里头 然后会打三圈 同样的第二个字 也是一个鬼字做开始 然后就在这一些的字体 然后就打三圈 我这样重复做 做最少24个不同的字体 所以你就会看到那张符 下面有一个符胆 是你看不见它写些什么的 那最关键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就是我必须要拿上我的这一个的三清纸 手印 然后我要拿太上老君的印 把它盖三个地方 然后我要确定说 那这个东西是有能力的 我就必须要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我要勒令它 所以整个过程里面 当我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有没有灵体是进去的 我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呢 这张符如果有能力的话 那我就在我祖师爷的炉那里 盖那个黑黑的形象 然后转了三圈 就深吞 一天我最少吞三张 如果那天我独子很饿 我就吞它五六张 那个时候我盼望说 反正我吃灾嘛 然后吞了之后 希望法力更快一点 更高一点 那我就开始进入打坐了 我要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并不是要宣扬 这个符有多厉害 我要告诉你的事 今天你所信的 是里面存在了多少的鬼魂在里头 所以我们打的这些的符担 全是号令鬼神进去里头 所以越法力越高的师父 他用的这些的东西 鬼的东西就越多 我一张符 八卦型的 我要打破那个的茶杯 割自己的舌头 如果有机会我开我的舌头给你看 一条痕一条痕 割我的舌头 用朱砂掺我的血 打那个符担 我一张符 很多生意人喜欢来找我买符的 一张符36块钱 如果我看他价Muxley来的 我就卖他360块钱 所以你不要随便驾好车去买东西 你会给人家杀到你都不清不楚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特别注意这种东西 看他穿了名表或者衣服什么 我们大概可以盘算这个人的经济能力 到哪里 所以任由我们出价钱 所以包括我们在做法事的时候 你知道林正英有一招 叫做三味真火 拿那个符这样就着了 如果你看信你就知道 那一招其实我也会的 我每次做法事的时候 两支蜡烛 三个杯 里面掺了一个东西 叫做活酒 然后三生无果 桃木剑金钱剑糯米 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有 然后我们就开始笔画 我们的手法很快的 当我在笔画的时候 其实我的手已经沾了 茶杯里面的火酒 然后蜡烛在旁边 一过的时候 我的手已经有火了 我一拿那个符 就着火了 一着了火之后 放在糯米里面搅了 就丢那个蜡烛 就 有时候要做一点手法 为什么 因为那些人请你去的时候 他给红包给得干燕一点 因为你有做一点东西给他看 所以当然这个是一些手法 但是灵界里面的存在的势力是有的 我每一天打坐四个小时 我打坐到一个地步 进入第四层次 我的天眼开始打开 就是看到很多灵界的一些活物 在茅山树里面有一个耳通 那个耳朵听到一些灵界的声音 其实就是灵体 就是魔鬼邪灵 给你的一些的谎言和欺骗而已 我打坐起来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个声音告诉我 跟我沟通 本来很小声的 后来越来越清楚 好像一个人在跟你讲话这样的 他会告诉我 这个善男信女来这个庙 他要做什么的 然后呢 那个福啊 准备什么样的福 等什么人来 他都事先跟你讲好 换句话说就是 他在灵界里面 其实他们是有一些的计划计谋 他怎么样把一些的顾客 拉到你的庙里面来的 你知道上次我就是坐在庙里面的时候 当我学成之后 我开始办事嘛 然后坐在庙里面 然后就跟我所谓的主师也讲说 最近没有什么人来问事 不久之后 这个声音告诉我说 你去预备一个退烧符 等一个妇人来 我就画了一张退烧符 几分钟后就看到远处 有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小孩就来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安弟我已经知道你的 这个孩子发高烧 你这张符我已经画好了 你就画给他喝 他一喝下去 我跟你讲 马上退烧给你看 所以从此之后 这个安弟 他就成为我的庙的宣传广告部门 他就整天在巴萨那边介绍 哇这个很灵的 这个法力很强的 你们要去找他 就很多很多人来排队跟我买符了 所以你知道 灵界里面这些的东西 都是他可以做的 他可以招来的生意的 所以家里有人 孩子提酷啊 发烧啊 或者很多诸事不顺啊 其实很多时候 是背后灵界的恶者 在开始做工 要盼望你能够去找一些人 来为你做法事 或者到某一些庙宇里面去拜拜 这个都是他们背后 灵界里面的邪恶的势力 在策划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打坐到一个地步 开始很多东西跟我沟通 那个时候我就心里面想 当我打坐到一个深入的时候 我的内心的深处 总是有一些 讲不出的缺乏 我形容一个东西给你听 就好像一个 一片浮 一个湖 你看到湖上面有没有荷花 荷花有一片荷花 那上面很美的 那个荷花 但是下面是没有根的 那个根不着地的 它虽然有根 但是是浮在水面上的 我整个的心情就感觉就是这样 不踏实 我也不懂那个是什么 后来我就心里面想说 我应该是要稍微放下 要离开 我第一次离开 我的庙宇离开不了 因为我那个黑黑 那个祖师爷 很不爽我离开了 然后他就 我的师父就派我的师兄 把我抓回去 然后那个时候就 那个黑黑的那个 祖师爷就上我师父的身 就拿那个边就边我 他说你不能够离开 你要继续待在这个庙里面 帮我办事的 我又继续在里头 做了几个月 后来我在继续修炼的时候 因为感觉到很不舒服 因为我又没有犯 什么任何的借条 我进毛三派的时候 有念一些的借律的 不能够出犯的 我都审核了 我都没有 也没有靠近女人 也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 也没有乱乱去帮人家做事情 但是你里头 就是有一些很不舒服 后来我就离开 第二次 但是一段时间过后 没有人来抓我回去 我就打听 后来才知道原来 我那个师父重了生病 感谢主 重了生病不久就死了 你知道在毛三派里面 流传一种的话语 真正的毛三树的人 是修炼的 不是那种神棍 真正有法律的毛三师父 过不了五十岁 我的师父 四十七岁多就完了 感谢主 我今年活超过五十岁了 上帝的恩典 我反观 我上面五个师兄 没有一个好下场 两个被人家砍了残废 你知道我们行这些东西 都是跟黑社会有挂钩 两个被人家砍了残废 两个坐牢 另外一个变成神经病 那整天学法术 就是山坟里面 遭这个鬼魂 那个鬼魂 弄到 他自己本身又不解 所以弄到这些鬼怪邪灵 整天来缠他 来干扰他 搞到他神经病 现在人都不懂跑去哪里 剩下最后一个 站在这里讲见证的就是我 把荣耀归给耶稣 所以如果不是主耶稣 把我拯救出来 所以不是因为复活的耶稣 败坏这个魔鬼的权势的话 我的咒诅要怎么样去破除他 今天有很多人不能信耶稣 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说我曾经跟某一些神明 立过约 曾经他帮助我 中过马票 然后曾经他拯救过我 我不能忘恩负义 所以有很多的东西 在拦阻他们来信耶稣 但是我告诉你 今天耶稣为我们钉死 在十字架上这个事情 他为我们承担了 所有一切的咒诅 承担了一切的罪恶 所以你只要接受耶稣 这些东西通通都要被破除的 因为他是真神 感谢我们的主 因着他的复活 刚才我说 败坏长死权 魔鬼的权势 这一切都是魔鬼 来利用这个咒诅 这个誓言来困绑人类的 不要相信他 今天我们相信的是复活的耶稣 他败坏这些权势 所以我生命里面如果有主 你就不一样 生命里面有主 你就找到真平安 所以感谢我的主 所以后来呢 我离开这个庙的时候 我就去找一份工作 就是仿道系统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做老板 我先做学徒 我就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是supervisor 他就跟我握手 我一跟那个人握手 我可以感受到 这个人的里面是在想什么 我一握他的手 我感觉到这个朋友 很特别 他里头有一个东西 是我没有的 但是我讲不出 然后他特别到一个地步 就是每一次跟我做工的时候 我们都要爬到上面去 钉那些wiring的那些 然后钉钉钉 他就突然间就跟我讲说 Jimmy 今晚上你要不要来我的家过夜啊 然后我就心里面想说 他30多岁一个大男人在新山 大马花园租了一个房间 又还没有结婚 叫一个男人去你的家过夜 那感觉有点奇怪 我不太适应这样的一种东西 差不多每一天 一看到我 就跟我讲Jimmy 今晚来我的家过夜啦 可怕的 我以为他搞Gay的你知道吗 因为他有时候讲话 是有点阿娘 阿娘阿娘这样的 又很温柔 因为我以前认识的朋友 通通是出声出气的嘛 俺公一大堆 然后讲话三只精乱骂的 我第一次认识到这样的人 那种感觉就是有点不一样 所以后来那个时候 他就叫我 去他家 我就好啦好啦 一直叫一直叫啦 我就看一下你到底要搞什么啦 我就去了 你知道那天晚上 我就去他家过夜 他就故意在我面前看一本黑书 那个叫做圣经 然后他看了个黑色的 然后我就问他你看什么 他就问我两个问题 他说Jimmy你知道地球是怎么样来的吗 他一问的时候呢 我竟然是 头脑一片空白 我还以为自己打坐打得多厉害 进入灵界的空间 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等等这些 连地球怎么样来的 我都搞不清楚 然后后来 他就翻开这个圣经的创世纪 他说上帝怎么样 用六天创造宇宙万物 然后前五天把万物造起 第六天造人类 他就指着我说 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 你知道人是怎么样来的吗 我那时候我才明白 原来人是上帝造的 因为我听过我的妈妈讲 人是猴子变来的吗 猴子的祖先是蟑螂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是这样啊 那我就翻开一段的经文 我第一次看到那段经文 就打到我的思想里面去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可以放一下 那个经文 你们告诉我们 耶稣有一次讲这句话 他说 我是世界的光 凡跟从我的人 就不在黑暗里面走 必要得作生命的光 耶稣基督为什么讲他是光 光代表什么 代表给人温暖 安全 光代表给人盼望 看到出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心想 为什么耶稣他讲这句话 而且跟他的人 就可以不在黑暗里面 因为那个时候 我盼望用自己的意志力 拒绝我那个祖师爷 那个施工 来干扰我 你知道我离开的庙好容易 但是那个灵体 他不放过你的 我晚上有时候不能睡觉的 我吃饭吃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来的 他一来的时候 你头脑就混沌 然后情绪波动 很不舒服的 有时候你会发很重 很大的脾气过后 你又不懂为什么 冲凉冲一半 他也来 那搞到你很不舒服 然后我不敢经过一些庙宇的 你知道吗 我一走过一些庙宇 那个黑黑的 就会上那个 档基的身体 突然间上他身体 然后就把我叫进去了 所以我每次经过一些庙宇 我都很怕 我不想再跟他 有任何的瓜葛 但是没有办法 他随时要来就来 所以我从这里可以看见 原来灵界 他们是有巴格的 很多地方都有他们的地盘 你不要以为说 在这里的庙 跟那边的庙没有关系 他们全部都会联营在一起的 为什么教会需要有联合祷告会 所以你会发觉到说 在那个时候 我活在一个这样的状态里面 其实很痛苦 真正有被鬼扶 被鬼压制的人 他会知道那种感受 是何等的辛苦 身不由己 不管你法力多么高的好了 其实通通都是他在帮助你 都是他在压制你 同时他在控制你的 你没有他 你什么都不能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盼望说 自己的意志力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的 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找到盼望了 后来我这个朋友 这个投手 他就跟我讲什么 干嘛巧了 我的教会 邀请了一个香港来的牧师 这个牧师 他以前是香港黑社会的二哥 后来信了耶稣做牧师 我讲 啊 黑社会的 应该很暗气 然后我可以去听他 听他讲一下故事了 那时候我就去了 在新山坡底的长老会圣光堂 当时候整千多人的一个聚会 我就选择坐在最后面那一排 因为随时要逃走比较方便 我就坐在后面 很远的讲台 牧师在讲道 你知道在教会里面 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那个牧师讲了一个小时半的道 我听不懂牧师在讲什么 一个小时半坐在那里 但是感谢主 神很爱我 他安排一个美丽的女生 坐在我旁边 你知道吗 你想走也不想走了 你知道 因为有个女生 漂亮的在旁边 坐在那里 一个小时半 听不懂 你的心好像被蒙蔽 就像圣经里面讲的那种 纸油被蒙蔽 然后你耳朵也听不懂 真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到最后一个小时半晚 牧师举起手 他说你们当中谁要信耶稣的 在你的位置上 轻轻举起手 让我看见 我要带领你做信耶稣的祷告 当他一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里面就有感动 那个心跳越来越快 开始流冷汗 牧师一呼召的时候 那个神的灵运行的时候 是多么的强烈 在我里面的灵受不了 那个时候呢 牧师说 刚才举手的 信耶稣的统统站起来 走到前面来 然后我的里面很不舒服 整个灵在发抖 然后牧师就讲说 还有人还没有举手的 我们等你 举手信耶稣 那我就心里面想说 这么多人举手 出去信耶稣了 还不够了 还不死心了 然后牧师讲 还有的 喊了这么久 真的没有 好像等我一个人信主一样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整个人 哇 很不舒服 然后忽然间有一个声音 跑进来 他告诉我 这个就是你一直要找的路 神讲话不啰嗦的 一句话你就明白了 他说 这个就是你一直以来要找的路 就是这样吧 我就明白过来了 我正在寻找这条的路 所以后来我里面那个声音出来 你不可以信 你是毛山的弟子 你发了毒誓的 这个那个 绝子绝孙 北车创始 这些他会提醒你所发的咒诅 所以那个时候 两股拉扯的力量是多么大 那个时候呢 跟牧师 讲了一句话更刺激 他说恩典的门啊 是不会常常为你开的 可能你今天晚上回去 睡了一觉 明天就起不来啊 他说恩典只给活着的人了 人死了 审判就定了 还排座子啊 审判就定了 没有机会了 你知道你听了 这句话的感受会是怎么样 所以那个时候 我整个人不懂怎么样的 坐立不安 又飙人汗啊 这种感觉 带我去的那个朋友 他说 你是不是屁股神仓 然后怎么坐立不安呢 我就告诉他 我是这样这样这样的背景 我现在里面很辛苦啊 然后他只给我一句话 哎呀 他说 今明现在你要信的这一位 是创造天地 万物的神 他说你所发的这些誓言 在上帝的眼中 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永远记着他那只手 你知道吗 算不了什么 我就辛苦得要死 他说没有什么的啦 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嘛 你有问题来啦 来祷告啦 没有什么的啦 这样 不过真的是这样的啦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啦 人看来是很难的 但是神要做事是很容易的 因为他是神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在那个状况底下 我就心里面想说 他讲这句话 确实有点能力的 那我就说死就死吧 然后我就举手 我说我要信耶稣啦 我一举手的时候 刚才流冷汗嘛 现在开始飙眼泪啊 我说怎么这样麻烦的 第一次去教会 又流冷汗又飙眼泪的 我的字典里面告诉我 男人是流血不流泪的嘛 怎么一直流的 你越控制他越流的 那种感觉就是一种 被爱的那种感受 奇妙啊 后来直到你走到外面去 牧师为你做觉知祷告 眼泪慢慢停 从那个觉知祷告开始 我才感受到原来 我跟我那个supervisor 握手的时候 他的心里面的那个感受 是什么 原来那个就是 耶稣所赐的平安 耶稣基督讲说 我所给的平安 不是世界可以给你的 原来这个平安之所以产生 是因为你感受到一种 无条件的神 永恒的大爱充满你的心 产生出来的平静和安稳 你知道人类最终要追求的东西 其实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很深的被爱 找到平安 另外一个找到永恒的归宿 我信主的时候 我感受到我的灵魂 找到永恒的归宿 就好像离开家很久 回到家的那一刻的感受 当我一回到家的那种感受 那个灵里面的安稳 所以我们的神提供了这个 所以神爱世人 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这个永生 是因为我们接受了 耶稣基督的爱 产生出来的永恒的归宿 所以那个时候 当我经历到这个东西之后 神开始在我的生命里面 做带领的工作 所以我以为信了主之后 马上那个灵界的 那个黑黑那个主 也就离开我了 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我跟他 至少有这么多年 那种灵界里面的结 你要多么的 靠着主的恩典 所以神说 你不要心怀恶意 心怀恶意的人 不要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那个干扰 他还来 但是我唯一感受到 很大的不同是 以前那个主师爷来的时候 直接就进来 影响控绑你的心 影响你整个的思维 中枢神经等等 但是我信了主之后 我发现了有一个 不一样的现象 就是他出现的时候 他不能够进来 他只能够在你的思想的外围 耳朵或者眼睛 有时候给你看到一些的东西 或者一些感受之类的东西 他不能够像之前这样 或者换句话说 我们的生命里面 如果你真正的 把生命的主权 交给耶稣来做主的话 魔鬼不能够进来 对吗 除非你还很怀疑 所以当我真正经历到 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那个主师爷 其实还在来干扰我多久 三个月 我没有办法睡觉 一点多 他就准时出现在我的床边 我要睡觉的时候 他就来 有时候看得见 有时候蒙蒙的 有时候感受到 当他出现的时候 很凶 就好像刚才那个形象 很凶 我看住你 因为我一直对着他 脑海里面已经深深烙印 他的形象在我的里头了 所以做意志释放 其实是意志人的记忆罢了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东西影响我很深 怎么办 我回去找牧师 我那个年代 没有像建在 这么多的教会的牧者 他会做帮你赶鬼 帮你做这个的辅导 这些没有 我那个年代 很少牧师做那种东西的 我回去找那个牧师 牧师怎么办 我信了主 那个东西还在 那牧师那只手又来了 跟我那个朋友一样的 哎呀很简单的啦 回去拿圣经祷告就可以了 因为那个牧师 也没有做过这种 赶鬼的 那我就回去试一下啦 好了 既然讲耶稣的能力 那么有能力 这么简单 奉耶稣的名就可以了 我就想说 以前我要赶鬼 是多么麻烦 要带一大堆嘎唱呢 然后有时候跟他 讨价还价 赶到一两个小时 也不走 有时候愿意走 还要谈好条件 很多这些的东西 因为信了主 奉耶稣的名 赶他走 就这么简单而已 我就试一下 然后他出现的时候 那牧师教我的嘛 要奉耶稣的名 我就 我奉耶稣的名 赶你走 他有没有走啊 有啊 走远一点罢了 还在我的房间的里面 远一点 后来 这个是我的整个 记忆里面的 那种的东西 后来 三个月 我也感谢神 他让我自己去经历 怎么样依靠他 然后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 从我生命里面 赶足离开 所以我就 读经 祷告 我记得最后一次 我里面所产生出来的 那种信心的祷告 跟之前的是不同的 那种被圣灵充满的感受 我就举起我的手 我说 我现在我是属于耶稣的 我是属于耶稣的 宝血买赎来的 所以我不再属于你了 所以我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把你赶走 我做这个祷告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这个东西到现在 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我的眼前了 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就在那一瞬间 就离开 从此 我感受到什么叫做 灵里面的轻松 我感受到什么叫做 丰盛的生命 耶稣基督的爱 耶稣基督的话语 不断地带领着 我前面的道路 所以我开始 经历到它 更奇妙的作为 你记得 我曾经讲过 我发的这个读试 那个叫做 绝子绝孙 那后来你知道 我也长得像个男人 所以很多时候 还是有好一些的女生 是很容易就 被我追到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追了好几个女生 那每一次呢 当然每一次要 准备要谈婚 论嫁的时候 就是出事情 选了这个日子 刚刚还要结婚 父亲死掉 他的父亲死掉 要不然就是家族 出问题 破产的问题 懂事在那个日子 所以婚姻 很多时候就拖了 就一拖再拖 就告吹了 再加上我们的 那个感情的基础 又不深 后来我就心里面想 我说会不会是 我那个在毛三派的咒诅 那个的应验 是我不能够有指示 不能结婚 后来我就想说 圣经里面不是有讲说 守独生 对吗 我想说保罗 他也守独生 那我就想说 可能神也让我守独生 就算了吧 后来我也觉得 也不太对 因为我看到美女 还是会流口水的 所以我还是不能 没有女人 那后来怎么办 后来我就放在 祷告里面 你知道有一次 我经历到一个 很奇妙的事情 在梦里面 出现了一个天使 很高大 有翅膀 穿白袍的 当时就好像像这样 有一群人这样坐着 我就坐在当中 那个天使来到我的面前 叫我说 来你跟着我一起走 我就跟他走了一个圈 绕了一个圈 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那一群人都不在 只剩下一个穿白衣的女生 坐在那里 然后我就看 天使叫我看 我一看这个女生 很漂亮 眼睛很大力 然后瓜子脸 很圣洁这样的感觉 很喜欢 很像电影明星 然后天使就讲说 这个就是你未来的妻子来的 我一听他这句话的时候 很开心 我很兴奋 原来我的妻子这么美丽的 然后就醒了 开心到醒了 那个时候你知道 各一天我就跟神祷告 我说主啊 你可以不会告诉我 我未来的妻子的名字叫什么呢 我就祷告了之后 就要睡着的时候 隐隐约约之中 就听到好像有一个诗 诗情话译的诗字 那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我抓到这个字的时候 我各一天 就起来就回去教会 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开始找通讯录啊 教会到底有哪一个的姐妹 有一个诗字的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 七十多岁的 我差点晕倒 我说神啊 你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 怎么搞一个这样老的给我 也不可能嘛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 算了啦 你知道这个梦不久 我就在一个的 接到一个电话 就有一个女生约我喝茶 这个女生因为都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刚好她来我的家 有透过一个弟兄的介绍 就暂时租一个房间 这样 因为这个弟兄 这个姐妹啊 她不修蝙蝠 不是蝙蝠啊 不修蝙蝠的意思 就是她不爱打扮 头发乱乱 戴一个眼镜 差不多遮了半个脸 然后也没有化妆 衣服也穿到很乱七八糟这样 很少看到有个女生这样的 然后有一次我看到她走路 赶时间的时候 是这样走的 哇 很粗鲁嘞 我说怎么会有 这样粗鲁的女生呢 所以在我的思想里面 这种女人是根本不行的 我喜欢温柔的嘛 温柔 良善之类的 但是我们看东西很肤浅 人很多时候是看外貌嘛 但是神是看人的内心 所以她很了解 有一天她就约我去喝茶 我就坐在那里喝茶的时候 我那天去到我茶点 认不得她 你知道那天 她没有戴那个大大的眼镜 她戴隐形眼镜 然后头发整理了一下 化了一个淡妆 衣服弄 穿得比较好看一点 然后就坐在那里 我去到那个餐馆 茶点不认得她 然后她来来来这边 我就坐下来喝茶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就坐 坐了一阵子 我就看住她的样子 我就越看就越熟悉的 到底这个女生是谁这样熟的 我就想说 哦 原来在梦里面那个啊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马上转过头 我说神啊 不要啦 我不要这种女人 哇 你知道多么痛苦 你知道那个时候呢 那种感受是知道就是她了 后来整个礼拜啊 我整个头脑浑浑顿顿的 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记得有一次啊 我们就有一个祷告会嘛 祷告会了之后就全部人散去 只剩一个女生 我去厕所回来 你知道那个时候神的灵啊 很强烈的感动 激动我的心啊 你要告诉这个女生啊 那个梦啊 她就是你未来的妻子 你要告诉她 我说啊 不要啦 我就跑去洗手啊 你知道吗 神的灵感 要你做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抵挡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办法 就找她讲了 我说姐妹 我有样东西要跟你讲呢 我说神告诉我 说你就是我未来的妻子来的 你知道这句话一讲出去啊 有两种结果 一种一巴掌扛过来 对不对 对不对 一种就是她很开心 你知道吗 后来我用斜角啊 以斜眼看她 哇 她越来越开心的样子 然后她跟我讲一句话 她说我等你讲这句话 等了很久了哩 我差一点 哇 晕倒 后来我就讲说 真的是不能怎么办呢 我们就一起祷告了 她就问我一样东西 她说你怎么会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我就跟她讲明整个的东西 然后她告诉我 其实她在三个月前 她就已经收到这个消息了 她放在心里 因为有一次步道会我带着她 她坐在我车后面 神的灵告诉她 那个时候她刚刚信主 神的灵告诉她 前面这个驾车的 就是你的未来丈夫来的 你知道那个时候她第一个反应也是跟我一样 她说不要啦 我不喜欢这种男人 因为她知道我要做传道人 她说我不要 不要做这种男人做传道的 她说不要 所以那个时候她就收在心里头 我就跟她讲这个见证之后 然后她其实 神的灵 那个时候有吹逼她来告诉我的 但是那个时候我对她一点意识都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她就跟神祷告 她说神啊 我不要这个男人 然后神就让她神病七天 后来她就跟神祷告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你打雷三次给我听啦 今天她真的打雷三次给她听 所以那个时候她就想说 神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自己不要讲 你自己去告诉她跟我讲 就因为她这样跟神祷告 那个天使才来梦里面找我 你明白吗 那梦来找我 我就没有办法了 我就要去跟她讲这个事情 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 两个礼拜时间 我要求印证 你透过两个人的口告诉我们 我们是一对的 所以我才顺服 我多么盼望这两个礼拜 没有人讲 你知道后来 真的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我去找一个弟兄 他跟我讲说 那天我看到你 在这个女生 我感觉你们是一对的 我说完蛋了 那另外下一周遇到一个姐妹 你也是跟我这样讲啊 后来我们就顺服了 就没办法 但是上帝的恩典很奇妙 我们看 这个就是我太太 生了三个孩子 那个时候呢 神给了我这一段经文来安慰我 神真的是很奇妙 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 唯独贤惠的妻是耶华所赐的 我这个妻子 她真的是一个很贤惠的妻子 她很明摆事理 我常常出来服侍啊 什么东西 她都不会给我后顾之忧 所以她无条件的支持和鼓励 所以后来我们就 结了婚一年后 就开始生了第一个儿子 我爸取名叫加勒 Kaleb 这个孩子当他出世的时候 我就 你知道在产房那里 不是出世之后孩子都要 baby都要放在那个一个箱 一个箱里面 我就那个时候 我的妻子生了 之后当然我去厂房陪她了 生了之后 不久那个孩子放在外面 所有的baby 头发都没有的 唯有我这个孩子 头发特别茂盛 所以她很出名 在当天 很多护士都认着她 所以你知道当我的手 一放在那个玻璃镜那里 看着我这个孩子的时候 我的右边 有一句话语就进来 这句话告诉我说 她说 孩子 你看我怎么样亲自 为你打破这个咒诅 你知道因为我的孩子的出世 我再次的经历到神 神的话语一来 我眼泪都流下来 你会看见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你会看见我们的上帝 你会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很爱我们 他体恤我们的需要 甚至到一个地步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不在意 可能也忘记了 但是他却永远记得 他亲自的为我做这个美好的事情 所以到最后我得一个结论 真神和假神的分别是什么 原来真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 假神是住在这些的人手所造的 偶像的神明的后面 你知道我以前跟人家开光做法事的时候 我拉红线念咒语 人家请我去开光他的神像 你可以有钱的话 你可以花几十千 做什么精神也好 什么都好 找一个法师来开光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一开光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某一些的灵体 周围 只要有什么样的灵体 进去 就当做开光成功 不管什么邪灵鬼怪 进去就是了 我就可以收红包了 邪灵可以做在这些事情上面 但是真神呢 却不住在人手所造的东西上面 另外一样东西 原来真神 祂是针对人的生命来下手的 祂要塑造你 祂要给你智慧 祂要给你圣灵的果子 借出美好的品格 祂要给你很多的这些管理的恩赐和财干 让你能够存在那个财富 而不是像假神一样 满足你那个种马票 或者种横财的那一种的需要 这个是真与假的不同 你知道以前在我的庙宇里面 有一个妇人 她常常下午就来我的庙 有一次她就来挑战我 她说 听说你的法力很高 然后你能不能够给我四个字 看看我会不会种 通常我们毛三派的人 是不给这种东西的 没有这种东西的 但是她的那种挑战的嚣张 我就随意了 随便我就写四个字给你 你去买了 你知道那个时候 她就买了之后隔天种二奖 从此之后 我的庙七点开门 第一个站在庙门口等的就是她 她就在那边 今天还有没有什么灵感啊 可以给我的 你知道种过一次马票的人 她就会有一种影 后来到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你看过人家买马票 买到种逮一窿 被逮一窿追债的 到最后搞到老婆 老公不认她 孩子不认她 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看见说 真神和假神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真神 他会给你智慧 给你聪明 做对的选择 他会提升你的知识才干同能力 让你走正确真理的道路 假神 是满足你欲望上的需要 让你误以为他是真的 所以你会发觉到说 今天我们认识这位复活的主 是何等蒙恩的一件事情呢 所以上帝赐福我们这里每一个人 我现在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对我们当中一些新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 我盼望在今天 你要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 因为他来是要给你丰盛的生命 他来是要给你平安 他来是要给你永恒的归宿 因为耶稣基督讲说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回到天父那里去 所以神已经预备了 这一条的路 借着耶稣成为我们的领路人 他带领我们到永恒的国度里面去 这里有多少个新朋友 想要接受耶稣的 你就举起你的手 让我看见 我要带领你做一个信主的祷告 有没有新朋友